美国北部遭遇炸弹气旋袭击 强大风暴引发了大规模断电 电力公司忙着在第二轮风暴来临之前 抢修电工 避免灾情雪上加霜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 未来几天 北加州还会持续降雨 直到星期六才会减弱 美国北部遭遇炸弹气旋袭击 强大风暴引发洪涝 吹倒大树 阻断交通 当地大面积断电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 周四晚上 北加州索诺马县 就会迎来强烈风暴 增加爆发洪水 泥石流 山体滑坡风险 敦促当地居民要时刻提高警惕 我们正在等待和观察 我们正在感谢热水 现在正在感谢热水 保持地方温暖 送走第一场强大风暴之后 第二场炸弹气旋 预计星期五早上 就会登陆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 为了避免雪上加霜 电力公司忙着抢修数十万户断电户 希望赶得及在第二场风暴来临前 恢复电工 截至星期四下午 华盛顿 俄勒冈州和北加州 还有大约26万户家庭断电 他预计一些地区可能要等到星期六 才能恢复宫殿 而在法国巴黎 则是出现大雨纷飞的景象 银白色的天空把游客和居民斗得乐开怀 巴黎北部的蒙马特街区 通往圣心大教堂的台阶 都被白雪覆盖了 穿着一身暖和冬衣的游客 边走边欣赏冬季景色 周四下午巴黎不再降雪 但周五法国还是有31个省份 仍然处于成色降雨警报 小明年 喜后七解采 一顺便 一顺便 现在 我是超约共和吉他 宁胃 还有 参加 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